不得不说我们的运动员走去哪儿都那么受欢迎 在澳门接风宴会上就出现了搞笑的一幕 四泰梁安琪拉着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樊振东的合影 事后还不想放他走 拉住想要说话 这一幕被观众记录下来 真是太搞笑了 四泰这心思似乎表现得太明显了一些 看来樊振东是被看上了 就像网友说的那样 大概率成为四泰女婿候选人 众所周知 四泰小女儿何超新是清华大学在读研究生 今年刚刚25岁 与27岁的樊振东在年龄上是相当匹配的 网友看到这一幕 调侃到这是四泰准备为自己小女儿和超新选女婿 之前在亚运会时 何游君见到了马龙和樊振东 互相加了联系方式 何游君瞬间化身迷地 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妈妈耳边吹耳旁风 让梁安琪挑樊振东当女婿 何超新99年 麻省理工本科 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 是唯一没有对象的赌王千金 所以网友也忍不住给他组CP 前不久刚结束香港之旅 紧接着就要赶往澳门参加三天的访谈 不过这次运动建儿们一改以往的紧张感 逐游放开地打成一块 尤其是全红禅在澳门被私生贩们追赶围堵 导致整个厕所门口水泄不通 这么大的仗势也让全红禅第一次崩溃 躲在厕所内不敢出去 不过这次身为涉恐达人的樊振东 竟然秒变显眼包 私下还被拍到和钱范哥搞笑互动 瞬间别看小胖年龄大 但是在一起还是看不出来代勾的 甚至就连赌王四泰都要硬拉着他合影 这一举动也让网友开始担心小胖的安全 毕竟赌王四泰的女儿现在已经长大了 莫非这是亲自来国家队挑选驸马 这还是樊振东第一次被央视 抓拍到这么高兴的一幕 确实钱范哥这样的打球姿势让人不笑都难 明明是打球不说的话以为跑丧失骗 不懂的话大家可以回放一下 钱范哥打球的样子 好像有种刚和自己的腿脚认识的样子 这届国平队的笑点全部都藏在了钱范哥的身上 孙颖沙马龙笑得直不起腰 樊振东直接笑的眼泪都流了出来 只要有钱范哥的存在 那必定会有樊振东的笑脸 两人的互动也是让大家看到了国家队和睦的一面 但没想到下一秒就轮到樊振东尴尬了 等到樊振东自我介绍的时候 下一秒舞台下的运动员都开始起哄让他唱歌 大家在之前绝对樊振东去看过美美的演唱会 全场下来英文没一点问题 这次仿佛也是有所准备一样 面对央视无修音无伴奏的情况下 竟然唱得这么好听 果然国平队都不养闲人 这下樊振东也是用请唱换来了自己在央视的十秒镜头 随后大家才发现樊振东竟然这么多能 国家队的很多项目他都能掌握 怪不得能够在观众席上这么有底气地笑话别人 可就是这个举动也被赌王四泰盯上了 其实这并不偶然 因为小胖在发言的时候 四泰就已经在下面等候着 等到小胖路过时硬生生地来了一场合照 这一幕刚好被观众席的粉丝抓拍到了 这个时候粉丝们开动大脑猛地回响 原来赌王四泰还有一个未出嫁的小女儿 莫非赌王四泰将注意力放到了樊振东身上 大家都知道樊振东是国家队的小甜妹 进入国家队这么多来一直都是滴滴条条 在张继科该胡的胡时 他只是一个喜欢吃手抓饼的小男孩 这么多年没有任何负面消息 只是被网友扒出来樊振东的QQ空间 这也让大家都开始担心起来小胖 因为今年的时候樊振东也表示要退役了 这个年龄段也开始考虑婚姻大事 这一举动让网友们开始讨论 还有知情人爆料和求军还喜欢国家队的小胖和马龙 之前不止一次被偷拍过 他们一同观看奥运会比赛 大家都知道赌王四泰有两个女儿 本身出身的家庭都很有钱 所以四泰对待女儿的眼光 也格外苛刻 大女儿早早的旧也已经结婚成家 现在只有小女儿仍然没有好的归宿 最重要的是网友申巴后发现赌王四泰的小女儿 竟然和小胖的年纪相差了两岁 这不妥妥的郎才女貌 虽然咱小胖不是出身豪门 最起码看起来前前进进也很优秀 之前小胖采访的时候被问到 想要在什么时候结婚的问题 她的回答是2025年之后 所以这种事情还真说不准 毕竟赌王四泰那么喜欢小胖 咱就是知能静等消息 毕竟之前向太那么有权威 但是就是喜欢郭碧婷 最终不还是嫁给了向左成为了豪门太太 虽然夫妻俩总是被报婚姻不和等等 那最起码这个家族有向太给郭碧婷撑腰 那地位也是稳稳的 樊振东确实是赌王四泰考虑的对象 但是在婚姻上面还是看和对方有没有契合度的 毕竟过日子是夫妻俩的事情 没想到另一边的全红产也是在厕所痛哭 甚至还表示自己再也不来澳门了 这季奥运会结束后 全红产因为被黑红了 这就导致她身上收到了很多的关注度 无论在大街还是在购物都能够被粉丝跟踪 但是活动结束后 全红产为了在商场购物特点选的时间稍微晚一点 可没想到当有一位粉丝认出来的时候 整个商场全部都被起哄 短短几秒时间追随的人变得越来越多 没办法的全红产只能和朋友躲在厕所 为了避免事故发生 就算到了厕所门口 这些粉丝们照样没有停止这个行为 甚至还有男的直接闯进了女厕所 幸好保安来得及时维持了这个画面 很难想象着会不会给全红产造成心理阴影 毕竟清楚地能看到全保默默地流下了不争气的眼泪 这些粉丝都不是抱着喜欢的名义 而是想要拍摄些第一现场来夺取流量 没办法只能找了保安全乘户送上车 要不然恐怕晚上全红产是要睡在厕所了 有当事人形容过现场有多恐怖 在全红产上电梯后还有粉丝硬要送他小乌龟 这真的是拿捏住了全红产的爱好啊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国家队变得越来越娱乐圈化了 大家将对明星的追星方式用到了国家队 这样的行为并不能给到他们想要的效果 毕竟国家和明星还是不一样的 明星要的是流量 但是国家队要的是成绩 本身这个旅行能够了解到他们最真实的一面 但是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和这些运动员保持一定的距离 从2013到2024 巴黎再一次成为樊振东的福地 北京时间8月4日 樊振东以4比1的大比分击败莫雷加德 赢得了巴黎奥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项目的金牌 比赛第一局 樊振东一上来有些慢热 以1比4落后 并以7比11输掉第一局 第二局 樊振东及10调整状态 以11比9扳回一局 第三局 樊振东曾以7比3领先 随后莫雷加德追至6比7 此时 樊振东喊出暂停 经过短暂调整 樊振东稳住局势 11比9险胜拿下了关键局 第四局 尽管遭遇对手的顽强反扑 但樊振东还是顶住压力 以11比8再赢一局 第五局 樊振东没有给对手反扑机会 11比8拿下第五局 从而以总比分4比1战胜对手 获得金牌 2013年 樊振东在巴黎 参加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届世拼赛 2018年 樊振东在巴黎 捧起了自己的第二座世界杯 男单冠军奖杯 2024年 樊振东在福地巴黎 不仅完成了大满贯 更是成为了继马龙之后 第二位达成集奥运会 市锦赛 世界杯 亚运会 亚锦赛 亚洲杯 巡回赛总决赛 全运会单打冠军于一身的 超级全满贯乒乓球男运动员 赛后 谈到如何总结自己整场比赛的情绪 樊振东表示 我觉得还是很释放 成绩是大家都能看到的 但一路过来的过程 也非常释放 比赛结束后 樊振东做了法国球星姆八配的标志性 庆祝动作 樊振东表示 这里的氛围就像看足球一样 非常震撼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进行互动 也希望用这种方式感谢大家 谈到联班四局 樊振东表示 前四局都非常纠结 第五局是另一种纠结 但结果最重要 输掉第一局后 我也是做好自己 全力以赴 全力争胜 巴黎奥运会前 当乒乓球分组抽签结果出炉后 樊振东死亡下半区的词条 便立刻冲上了热搜 原因是樊振东所在的下半区 集结了张本志和林云如 奥恰洛夫 勒布伦等人 抢手如云 对此 樊振东回应到 抽签是比赛的一部分 但又和真正的比赛无关 面对签表 不会过多考虑 后面会一场一场去准备 把自己梳理好 当王储亲暴冷 输给莫雷加德 也让南单项目的双保险 变成了樊振东一个人的奋战 比赛中确实会出现一些突发的变化 樊振东承认 单线作战压力不小 接下来的每场比赛 都要做好充分准备 保持足够的专注 是目前的最好办法 与张本志和的四分之一决赛 樊振东经历了0比2 2比3落后的惊险局面 但最终樊振东4比3逆转张本志和 赛后樊振东表示 我当时就想好了 我要战斗到最后一个球 要去把比赛赢下 半决赛对阵法国选手勒布伦 樊振东没让惊险再次上演 而是4比0完胜对手 赛后 他又提到了专注与投入 这一路上的每一场球都相当于决赛 每一场球都不容有失 我要做的是丢掉不必要的杂念 释放自己 事实上 奥运会之前的这段时间 恰好是樊振东的低谷期 或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和伤病的困扰 前半个巴黎奥运年 对樊振东来说并不顺利 WTT球星挑战赛多哈战中途殷商退赛 新加坡大满贯止步16强 人川冠军赛止步半决赛 澳门男子世界杯无援4强 沙特大满贯止步16强 但在巴黎奥运会前的最后一战 重庆冠军赛上 那个强势的樊振东终于回来了 那战比赛 他接连战胜象棚 李尚珠 张本志和 于果等人 并在最后的决赛与王楚清苦战7局 最终解锁自己本赛季首个单打冠军 重庆冠军赛前 樊振东并没有选择参加在太原举行的 士兵连常规挑战赛 而是独自在北京进行了10天的训练 对此 樊振东解释 前一段时间连续的比赛没有找到感觉 所以我觉得需要停一停 思考一下 奥运会前的最后一战 其实并不是必须要获得冠军 而是希望通过这一战让自己重拾信心 找到想要的感觉 显然 巴黎奥运会上的樊振东 找到了他想要的感觉 获得奥运单打冠军后 樊振东不仅完成了大满冠 更是成为了继马龙之后 第二位达成超级全满冠成就的乒乓球运动员 但对于大满冠的荣誉 樊振东早早就曾提到过 我不会让大满冠成为自己的包袱甚至枷锁 我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去争胜 如何把自己真正的实力和最佳状态 在巴黎的舞台上展现出来 而不是通过一个冠军去成就什么 2016年里约奥运会 10年19岁的樊振东就已经登顶世界第二 但出于大赛经验的考虑 樊振东只能以皮卡选手的身份 出征里约奥运会 在观众席上 望着赛场的樊振东 虽然说只要跟他们一起参加比赛 我觉得是一样的 但对赛场的渴望 还是会不经意间流露出来 看他们在上面打还是很羡慕 赛后 樊振东总结自己首次参加奥运会的问题 是打得不够放松 感觉自己有点紧 银牌算是正常发挥 虽然没有达到预期 但也可圈可点吧 于是在巴黎奥运会的备战周期里 樊振东更多的是在学会如何放松下来 樊振东给出的答案是和自己比 去把每一天做好 把细节做好 让自己在奥运会的时候跟自己比 能不能比之前做得更好 或者是在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能不能比之前更有力量去解决 樊振东坦言 从东京奥运会到巴黎奥运会 自己变化最大的是心态 东京时我更多专注于获得冠军这个结果 但经历了这些年的磨练 我越来越多的专注于获得冠军的过程上 更清楚过程中应该坚持什么 才有可能获得期待的机会和结果 2024年5月14日 中国拼携公布了巴黎奥运会参赛名单时 樊振东在微博上转发了奥运名单 并留下了两个意味深长的单词 Last Dance最后一五 当记者在人在奥运年纪录片中问及 这段文字的含义时 樊振东的回答依旧模糊 这个问题交给时间去验证吧 大家愿意怎么理解就可以怎么理解 这个倒计时很早就在脑海里出现了 但有的时候一瞬间会觉得原来这么近了 显然相比外界的纷扰 如今的樊振东更愿意遵循自己的内心 樊振东说 如果活在别人眼中 说白了就是追求结果 但外界不可能每个人都了解你经历了什么 他只会看到最后的结果 然后用这个结果去评判你的成功与否 但我要让自己更注重过程 把过程做好了 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能接受 巴黎奥运会的赛场 樊振东做好了每一个过程 也得到了想要的结果